2018年中期选举临近 因为这次选举有华人参选国会议员 州长 财务长 主机长等各项公职 所以备受华人社区关注 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亚裔 我们这个团体是代表什么 我们重视的什么 我们关注的什么议题 我们也需要选一个 跟我们那个意见还有那个理念 类似那个民选官员 让我们在那个美国在加州有那个地位 前加州众议员五国庆 本次将竞选第22选区加州参议员 22选区涵盖蒙市 盛盖博 工业市等华人聚居地 他希望华人选民不要放弃几代人辛苦争取来的权益 积极参与投票 壮大华人政治力量 今年加州初选的通讯投票已正式开始 选民可以在5月28日前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投票 国会众议员赵美新指出 2018年预计将有三分之二的选民 通过通讯投票方式投下自己的选票 他呼吁华人选民好好把握这一简便有效的手段 切实实行自己的权利 Hmedia在蒙特利公园市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